大家好,欢迎收看,冒生说。 投资要花足够的时间去跟踪,找到最好的标的,和他成为朋友。投资回报的本质是标的价值总和,这个价值总和就是标的在时间中沉淀积累的所有价值。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受到很多人的模仿,但人们总是忽略一点。当面对风险时,没有足够的把握时,就要安静地等待,什么都不要做。选择的机会越多,失误的频率就越高。 当然,充分的风险意识和理性判断是支撑这种长期坚持的基础,更需要发自内心的诚实与勇气。如果你用发展的,长远的眼光去做每一次选择,时间自然会成为你的朋友。事情不是刻意做出来的,而是发自内心的。投资没有捷径可走,需要时间才能收获利润。 股票投资是众多投资渠道之一,在尊重市场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利用投资规律。很多人在面对投资失败时,总是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别人,推给市场,却不从自身找原因。所以,不管投资多久,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 每个人在投资过程中都会面对这样两个问题。 问题一,一只股票长期看能上涨,但短期可能回调,是等等,再买还是现在就买。 无论你选择什么,面临的结果都有两种可能性。 第一种是短期股价跌了,低价买入,长期会多赚一些。 第二种是短期股价涨了,只能高价追进或者直接放弃。 最后就演变成了,你愿不愿意冒着增加成本,甚至放弃收益的风险,换来一点增加的收益。 相信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 问题二,一只股票短期可能上涨,但长期看会回调,要不要做个短线? 对于这个问题,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 因为短期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,无法预测,短期上涨与下跌的概率没多大差别,下跌风险通常会大于上涨的概率。 所以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短期市场难以预测,必然存在波动。 成交价格决定了短期股票的价格,下跌和上涨本质上是卖家与买家博弈的结果。 当有人愿意更低价卖出时,股票就下跌。 相反,有人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入,股票就会上涨。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,当大部分人一致认为市场会下跌,他们便会开始争相抛售手中的股票而不考虑价格。 心理期望是,只要卖出就好,股价就会下跌。 所以,从本质上来讲,短期市场的波动是群体行为的结果。 反映的是,参与者对未来价格涨跌的预期,但群体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。 在市场中,交易端不断变化的数字背后是数亿万投资者。 要想弄清他们的真正想法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既然短期市场无法预测,信息又高度地不对称,就让很多人盲目跟风,通过与大家保持一致行动来获得些许的安全感。 这就出现了多数人的追涨杀跌现象。 一味地从众大概率不会带来好的结果。 盲目跟风只会让你在投资中以惨败收场,最后再发出一句感叹,再也不玩股票了。 其实,无论是盲目跟风还是赌博心态,都不能让你的投资稳赚不赔。 投资的安全感应该从企业中寻找。 源于企业内在价值的提升,好企业是需要时间等待的。 从长期来看,股票价格和企业价值是成正比的。 如果一个证券市场长期维持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,而优秀企业的价值和价格不匹配,价值被低估,这说明规则制度可能出了问题。 市场的良性发展和有序运作,靠的是严格的监管,合规的企业和成熟的投资者。 证券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,再到逐渐成熟的过程。 虽然30年的浮浮沉沉中还存在诸多问题,但整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,注册制的实施,为证券市场市场化起到了助推济的作用。 这条路是社会发展必要的选择。 我们只需记住,投资收益的决定因素是企业价值,而忍受投资期间的波动是取得收益的必要条件。 在一个持续向上的市场买入优质企业的股票,最后取得的收益会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收益。 看似简单的道理,能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,因为短期利益太过诱人,多数人又都是不耐的,都想赚快钱。 冒生想说的是,股票投资本就不是赚快钱的。 只有依靠企业价值获取的长期收益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 企业成长的价值需要时间积累,等待的过程艰难又痛苦,但时间会犒赏正确坚持的人,结果丰厚且值得。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,我是茂生。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,麻烦订阅我们频道。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,我们下期再见。